大家好 我是2023年国际金指奖金明奖的执行总监陈兴茂 很高兴今年参与这次盛会的同学学生 相关人士超乎预期 我们也很高兴在这办这六届当中 今年的参与比赛的人员参与的人数比往年都要多很多 我们很高兴可以有那么多人来参与这个有观察的相关文化的表演跟比赛 我们也希望在未来能够有更多更多的人来参与这样的活动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国际的那个友好的国家 或者是喜欢查文化的人能够得到这样的认同跟推广 然后我们希望这次本会呢大会能够圆满成功顺利 每个同学都有很好的成绩 谢谢 哈喽大家好 我是高雄陶艺协会 高雄育泉茶协会的理事长赵冠华 很高兴呢 我们的金子奖金鸣奖已经迈向了第六个年头了 这当中呢培育了无数的茶文化的种子 那也希望未来呢 可以在台湾呢 发光发热走向国际的舞台 那在这呢 也诚挚的邀请你 参与我们第七届的金子奖与金鸣奖 谢谢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杨振迁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活动 一起来和看台湾做出的好茶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育泉茶协会的首席顾问钟家亨 也是高雄直辖市化妆品商业同业工会的荣誉理事长 很高兴来参加这一届金子奖金鸣奖的这个活动 这个活动呢非常的棒非常的优质 为我们台湾培育了无数茶文化的传承人 希望这一次的活动呢 圆满成功 也希望呢 对于茶道有兴趣的朋友 在每一年我们办活动的时候 多多的来参与 好我是立邦美生活馆的杨晴柔 今天受邀担任金子奖的评审 那看这一些小朋友 就是像摆茶协还有泡茶的动作 那些流畅度 我觉得看起来很 很 就是觉得他们很可爱 然后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 对 然后很开心就是茶文化可以有这么小的年纪就开始培养这样子 对 以上谢谢 他们的拍度我觉得 嗯 就是都很谦虚然后很可爱 然后动作都很温柔这样子 对 这次 这次的比赛呢 是算是金鸣奖跟金子奖第六次的比赛啦 那我想他越办越成熟啦 那特别 这次的比赛呢 在延山大饭店来 高雄的延山大饭店来 举行 既有他历史的意义啦 可以讲是 第一次啦 而且他高雄那个延山饭店非常 供电式的建筑 非常的宏伟 气魄相当不错啦 那主办单位也结合一些公益活动 像也有残葬的人 来做衣卖啦 那也有日本的茶席 来做一些表演 那也有一些葬茶的品评啦 那我想主办单位 特别是我们的那个总召呢 中营营女士呢 投入相当多的力量 那他结合那个义工的勤主 来办这次活动 我想基本上他是非常成功的 谢谢 很高兴参加今年的2023年金子奖金明奖的这个评选 我 感谢这大会给我这个工作 让我可以 参与到这么盛会 那这个期间我非常感觉对中老师的团队能够做出这么对茶叶有贡献的事情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每一年在主办的过程每一年都在进步 我们预祝未来的承办主办呢 他更加顺利更加成功严满 我们很感谢中老师的团队可以来主办这个活动 把我们台湾的茶带入新的一个领域 那这个过程当中 尤其是邀请了学生来制作这种的比赛 那同学们发挥的这次喝起来他们的茶叶做出来茶非常的甘甜 那一年一年的进步 我们希望未来的参赛的同学更胜一筹 请祝大会圆满成功 谢谢 大家好 很欢迎各位贵宾 历领今天 育泉茶协会所举办的国际金子奖 国际金明奖 的比赛 然后在这个很特殊的茶日子 能够来品尝我们台湾真正好茶 也能选出台湾真正好茶 这种会议是很难得的 然后由我们育泉茶协会 今年又在原商饭店 特地来举办这种盛事 很高兴各位来自世界各地 来自我们台湾省 好农茶农的参与 还有很多很优秀的小朋友 来参与我们的金子奖活动 谢谢各位贵宾